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该怎么选股操作呢 鸿海在科技日即将登板之前 股价也是持续的在加温当中 先来看看它的九月营收 第三季营收 未来是不是200即将成为新的地板 甚至在明年有没有机会让大家看到 梦幻中的300这个数字呢 上全登高一呼之后 今天CPU光通讯的股票可以说是全面的喷出 到底这边高价位的中价位的低价位的 你该选谁呢 红素 万论 星云 这个可以说是第一代最早的COAS三建客 今天这三个元老级的设备股 全部都亮灯涨停板了 那么中生代的军华至胜也很强劲 至于说COAS订单外溢的效益之下 新生代的金矿在哪里呢 该看哪一档个股 今天百合星夜再度亮灯 跳空开出了第四根涨停板 不过很快地打开之后上冲下洗 一会儿压回到平盘 那最后中场是大涨了6% 这里巨量的震荡到底可不可以买 该不该追 怎么看待后市呢 所有您想知道的操作密码 都在今天的股市权威节目独家教学 请大家记得到YT YouTube频道 赶紧按赞订阅 而且欢迎大家多多地分享 温阳老师的影片跟频道 好 那今天我们就先来看看 大盘的部分 在这里似乎也做好了攻击的准备了 毕竟其实台股走到这里 中长期的均线都已经踩在脚底下 转为支撑 尤其关键的际线 因为现在月线半年线年线都是往上 那唯一还在往下的只有际线 不过际线也会慢慢地逐渐开始扣底 由高到低 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 那么季线的角度也将会由下弯到走平 然后形成翻扬助长的格局 所以技术面其实也慢慢地 就是要进入到水到渠成 酝酿攻击的阶段了 那配合时间点也来到了第四季 第四季向来是台股一年里面最重要 也是最容易赚钱的一个季度 那这一段时间不论是集团的作帐 法轮的作帐 甚至接下来的年底作梦行情 各种的新题材故事都会逐渐地涌出 那这边又可以看到 包括美股的部分 因为上个礼拜五公告出来的就业数据 大幅优于预期 激励的道琼指数再创新高 那至于入股的部分 大家也很关切 毕竟经过了好几年的压回 整理打底 那入股在低位阶的状况之下 强力地补涨 所以我说短时间也许 大家会稍微担忧 会不会入股变成是一个 跟台股之间资金排挤的 悄悄板效应 但我说事实上 换一个角度来观察跟思考 我们台湾股市其实一直都有左右逢源的机会 一边是入股 一边是美股 一边可能是跟中国的经济联动 一边是跟美国的科技趋势去做联动 所以整个第四季讲到这边为止 事实上我要告诉大家就是 机会真的非常多 那当然你的资金有限 就像一个人的胃 胃纳量是有限的 盘面当中 你不用每一种菜色都吃一口 因为那个会容易消化不良 那其实你只要把握住 几个重要的趋势题材 好好的掌握几檔重要的个股 其实第四季绝对够大家 实现翻倍的目标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台股可以说是 双王奇功台积电鸿海 那台积电法说会 大家清楚10月17号 今天盘面很明显的 双C的股票都在动了 就是CoA跟CPU 那这个主流的部分 当然大家很清楚 我们待会再来谈 另外一个部分则是鸿海 鸿海的科技日一年一度 那么也要登场了 大家来看看 鸿海今天的股价表现还蛮稳的 那最高来到199 那这一次呢 从230几块拉回之后呢 重新开始逐步的电高 那我想呢 因为鸿海呢 有两个重要的客户 一个是苹果 一个是辉达 这背后呢 分别就代表 今年呢 新的AI iPhone换机潮 另外一个则是来自于 辉达的GB200 那如果还要再讲呢 鸿海还有第三支舰 则是呢 它的电动车 那我想其实鸿海现在呢 也让大家看到 它转型的破例 跟呢 实际上的成绩 9月份营收来看呢 月增率是高达33.69% 年增率呢 也有达到二位数以上 那事实上呢 9月份是创下 历年9月的同期第二高 至于说呢 整体第三季的营收 则是创下了历年同期的新高 所以呢 很明显鸿海的旺季 已经开始呢 越来越旺了 还记得吗 其实在中秋节之前 微浪老师呢 就在节目当中 跟各位预告 秋节过后 鸿海会开始变盘 当时我提了四大理由 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欢迎呢 就到微浪老师的YT 再去复习观看一下 我今天就不去赘述 而目前来说 这四大理由 一个一个都在印证跟发酵了 这四大理由呢 真的值得你们再去看一看 因为呢 你会更有清楚的概念 知道鸿海 它会涨到什么时候 它会涨到哪里去 那我认为呢 以明年的获利预估角度 来说的话 鸿海将来 200块以下 恐怕呢 也快要成为绝想了 所以呢 这次如果你有买在 一字头的朋友 前面如果你有尝试做了一些呢 所谓的减码高出低阶动作的朋友 那当然恭喜你都获利 不过呢 从此刻开始 我建议你们减少 这种短打进出的频率了 因为呢 鸿海另外一波的行情 准备要启动 那以免呢 一不小心 这个时候如果还想要呢 赚一点价差就跑的人 很容易哦 就会卖飞掉了 那这是给各位参考的建议 好 那另外呢 则是来看一下 关于呢 中国的政策就是 我想呢 中国的政策就是 简言之分三大方向 三管齐下 分别就是拼经济 旧房市 稳股市 那现在呢 其实国际市场上的法人机构 对于呢 入股的后市 看法可以说是 多空满分歧的 那看多的人 不外乎都是认为 入股呢 跌了这么久 跌得这么深 那现在也刚从底部涨上来 那加上呢 政策强力的做多 一定还有后市可期 但是呢 比较偏保守一派则认为 那经济要好转 没有这么快速 没有这么容易 股市大涨 不等于经济必然会复苏 那甚至从因果的角度来讲 应该是要呢 经济好转 才能够支撑股市 继续上涨 所以呢 如果入股已经在短时间 先暴冲一波的话 那么要小心 技术面的回挡压力 或者是筹码面 获利了结的后座力 那你认为 哪一种可能性高 你们是哪一派呢 那今天温洋老师 来跟各位谈一谈 其实呢 这一次大陆 人民银行 大量的放水 也就是呢 降存款准备金率 降房贷利率 那降准降息 让货币更为宽松 其实这是一个 治标不治本的政策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蓝色这条线 就是中国的存款准备金率 在这一次的调降之前 你可以看到 其实不论是呢 去年 前年 乃至于2020年 疫情的时候 其实中国一直一直都是呢 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 它的存款准备金率 一直都是偏低 而且呢 没有最低 只有更低 越来越低 但事实上 这几年下来 过去这三四年呢 这么低的存准率 有因此提振了 上证指数吗 并没有 那关键在哪里呢 白话文来讲 中国本来的利率就很低 借钱的成本本来就便宜 所以呢 其实它是钱满为患的 问题是在于 企业不愿意借钱去做投资 个人不愿意借钱去做消费 大家选择的是 把钱留在银行里 所以中国的储蓄率超过50% 在高居世界第一 这就凸显出 其实他们并不是没有资金 而是呢 大家没有信心 去借钱来做投资跟消费 这个才是关键 所以这一次呢 即便让利率降得更低 我觉得呢 收到的成效也会有限 因为这个是治标 而不治本 至于说 中国呢 为什么会没有信心 那就要从呢 所谓的通缩危机来看 什么是通缩呢 物价越来越低 而且呢 形成了预期心理之后 大家都认为 现在不用急着买 因为将来会更便宜 这个就叫做通缩 其实这个会导致呢 整个经济体 从生产 就业 消费 投资不断地形成恶性的 负循环 那我们来看 中国的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 跟PPI 生产者物价指数 其实都还是非常低迷 尤其是呢 偏向上游跟原物料 联动的PPI 目前还在呢 零轴之下 那各位如果再去跟呢 疫情之前的高点 或者是疫情之前 左边 这个所谓的比较偏 长期性的均值水准来看 现在中国的物价水准 真的是非常低迷 这就是呢 信心的问题难解 那再来 我们刚才提到 很多人认为呢 入股的优势就是呢 低基期 那我也不否认 因为毕竟呢 从疫情爆发以来 第一点谈到 9月底为止 各位看看 全世界的股市 你数了一轮之后会发现呢 不是涨到 多年来的波段新高 就是甚至已经改写了 历史新高 包括呢 你可以看到 像道琼工业指数 波段的涨幅 超过110% 日本的涨幅 也超过129% S&P500 涨幅超过139% 科技股的纳斯达克 涨幅超过154% 我们台股也涨了156% 那印度呢 涨幅更是高达196% 那至于呢 废城半导体指数 涨幅呢 超过了285% 而相对来说 吊车尾的 护升300 涨幅只有11.9% 中国上阵 也仅仅呢 上涨了23.5% 所以呢 位阶比较低 有补涨的效应 的确是呢 这一波 大家对于 入股上涨的共识 可是呢 位阶低并不表示 评价真的便宜 本益比真的很低 我们来看看 中国呢 目前的本益比 大约在13.5% 事实上如果再把呢 它在 长假之前的 狂飙 那一段涨幅也 即刻算进去 去做反应的话 恐怕呢 本益比 已经大约来到 16倍左右 那这样的一个水准 其实呢 差不多是 比肩日本 甚至呢 比德国 或英国股市 韩国股市 还要来得贵一些些 那投资呢 其实 很吊诡的地方 是在于 一定是低 本益比的市场 最为吃香吗 恐怕并不是如此 从这一张 各国股市 本益比的比较图 大家可以清楚看到 现在哪一个市场 是所谓的 最昂贵 本益比最高呢 答案就是印度 高达29倍的 本益比 那另外美股 本益比也高达了 26.8倍 但事实上 我们刚才所讲的 涨幅最大的 不就是印度股市 跟美国股市吗 所以让我想起了 传奇操盘手 彼得林区 所讲过的一句 经典格言 与其用便宜价格 去买进烂公司 不如用合理价格 去买进好公司 你们不妨思考一下 这两句话 背后呢 非常深层的投资意义 那我认为 整体来讲呢 陆股 它其实 有两个优势 第一个就是呢 的确位阶低 第二个呢 陆股没有牛市熊市 只有呢 政策市 政策要做多 但是呢 后面呢 涨多之后 也带来一些隐忧 其中一个部分就在于 老人跟狗的效应 任何一个市场 涨多的时候 你都要小心 它的经济基本面 能不能跟上来 其次 则是我们要跟各位聊到的 中概股的投资想法 其实呢 中概股随着呢 时代的变迁 跟中国的经济发展的轨迹 也有不同的投资主流 以前呢 中国是世界工厂 所以呢 兴起了一股 到中国投资的热潮 那个时候呢 我想最为代表性的就是呢 红海帝国 以中国为工厂据点 然后呢 大局的招募劳工 那包括很多的制造业都是 那到后来中国开始呢 转型推动它的13到14亿人口的消费力道 希望让整个呢 经济升级 所以呢 兴起了所谓的中国消费 希望就是抓到中国市场 但是这两块来讲 目前都逐渐视为了 因为中国的制造优势 早已呢 被东协 或者其他的新兴国家 向东南美洲取代 那中国的市场的部分呢 这个市场仍然是有潜力的 不过呢 眼前一个环节 刚刚提到 现在他们是陷入消费紧缩 通缩的压力 而这个问题难解 除此之外 十一柱形娱乐各方面 其实中国当地的品牌 性价比 规模 市占率各方面 都比我们的台商 说实在话 更具优势 所以呢 就算它经济提升上来 我们也未必能够分一杯羹 那同样的逻辑也可以适用在 你去看待钢铁 水泥 造纸 这些相关原物料产业 所以现在呢 投资中概股 我觉得真正的思维是 中国需要什么 你们知道吗 中国现在呢 最大的痛点是 它要发展半导体自主 科技链自主 可是呢 却被美国卡脖子 所以如何去美化 那就要跟台湾的厂商来做合作 需要的就是呢 科技业的大脑 半导体 所以我在节目里面 跟大家分享了6415系列KY 这个是呢 中国最大的PMIC 电源管理IC公司 公司本身就是中国人创立的 公司本身就是以中国为最大的市场 只是它来到台股挂牌 那这一段时间 股价的涨幅也是非常的亮眼 那或许呢 也有很多的中概股 最近也都在喷出 短时间来看 那也许呢 你觉得去买CEKY 跟其他的中国内需消费股 中概股 没什么太大差异 对 但是我相信 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有很多被过度追捧的 中概内需消费股 会逐渐的打回原型 因为就像我刚才所讲的 十一住行预乐原物料 中国它其实一点都不需要台湾 它反而在本土当中 有更多更有竞争力的企业 那至于说呢 大家去看盘面当中的入股ETF 好像呢 也觉得血脉膨胀 很多都很会涨 一天呢 涨幅都可以高达二位数以上 但是要注意 只要是ETF都要留意 股价如果因为呢 短时间的飙高 跟净值明显的拉开 形成过高的溢价率 这个将来呢 可能会有很大很大的投资风险 甚至有可能明天入股 重新开市之后 一旦呢 这些高度溢价的ETF 过度追捧的话 很可能立刻要小轰 可能瞬间就会发生 股价暴跌的风险 因此建议大家呢 一定要做足功课 不想当盘子被阻力出货的话 你一定要知道 有哪一些入股相关的ETF 目前它的溢价率 都是偏高的状态 那举例来说 00887 目前溢价率是高达95.5% 那还有哪些是跟入股 密切相关联动ETF 尤其它的溢价率值得 大家要小心再小心 那就锁定我们的频道 跟我们的官方LINE账号 小老鼠STOCK888 欢迎大家赶紧呢 手机拿出来 加到唯一的官方账号 先休息一下 好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回来 继续请微良老师 帮大家分析 欢迎您回到股市权威 再把时间交给微良老师 第四季买什么好呢 当然是买高成长 买有新题材的公司 不过在同一个主流族群里面 其实有一些公司 你真的这个时候 对于财报衡量的标准 要放快来看 比如说跟台积电法说会有关的内容 CPU COAS 我常戏称说 这就是所谓的台积电的双C族群 这个不是精品业的双C 是投资圈半导体面的双C 那就是所谓的CPU 那CPU有很多股票 其实你如果要看它的财报 一定会觉得本益比高不可攀 像上全今天掌停板 而且锁了非常多张 还创历史新高 可是公司拿不出什么 实质漂亮的获利成绩单 那真要讲CPU的贡献 恐怕也是明年甚至后年的事情 不过第四季本来就是要有梦最美 那股价你可以参考技术形态 或者是筹码流向 那今天创新高之后 其实带动了非常多CPU的股票 那联军今天其实也在历史高点附近 随时准备要去突破 那值得一提的是 如果真的要找一个 让你更为安心踏实的去布局的CPU的话 那联军可以说是 在盘面当中 投信法人买最多的一档光通讯的个股 显然就是 基本面有它的一定的厚度 那再来我们看到 关于COWAS 今天红素星云万论 都亮灯掌停板了 甚至像G2C联盟的 君华 君豪 还有智盛也很亮眼 但是这些都是大家熟悉的标的了 那说真的 如果你要找黑马福兵的话 那我们提到有两档股票 一个6706惠特 今天继续大涨 完全不受到分盘处置的压抑 那另外则是6425的引发 那至于说在AI的部分 既然看好它是趋势 那你就趁股价还没有大涨的时候 去做把握 上个礼拜就跟大家讲到 2486一拳 那未来它将开始来瓜分 建策的市场占有率 所以股价从我们跟大家讲的时候 都还在低档足底 到今天盘中 也大涨了大概有8%左右 还有2363系统 联电集团 后续随着并购的利多发酵 那我认为它的股价 也是准备要开始上工了 好 那至于在上礼拜分享到 连涨三根涨停板的标的 就是它8404百合新页 从月K的角度来看 这个是底部粗量刚起涨 至于说为什么看好它 我们把相关的研究报告 直接放在LINE的官方账号主页当中了 当然这里不是要鼓励大家去做追价 上个礼拜以前它都没有表现 但是随着法说会 它告诉了所有的投资人 法轮公司现在是新品牌 最重要的提花网部的供应商 联标三根涨停 前面这三根涨停板 是主力的涨停板 那今天的涨停板换手打开 那才是对于多数投资人来讲 真正的新起点 那这边开始值得去做留意 不过短线有一定的涨幅 真的希望大家不要乱买 不要乱追 那你要知道它可以涨到哪里去 你要知道它未来的合理的目标价 怎么算 就跟紧魏杨老师的脚步 那不要忘记今天有跟大家分享了 关于陆股ETF 有哪一些相关的标的 以及谁的溢价率过高 记得一定要加入LINE 在右上角记事本 就会看到我们的完整资料 小老鼠STOCK888 祝大家操作顺心 影片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